廣告继续浏览后续蔡霞的这一讲话6月初以来在社交网络广泛传播, 为什么要更换中国领导人,在蔡霞看来,从习近平修宪取消国家主席,任习制以来, 中共实际上已经是一具政治僵尸了,一个人,一个主。 要领导可以凭着他掌握了刀把子、枪杆子,然后又捏住了体制本身锁, 造成的官员贪腐。党内已经没有任何人权和法治保障党员干部的权利, 9000万党员成了他的奴隶和个人使用的工具。 一个人,活活地把一个党,一个国家给弄死掉了, 一个曾经是培养中共高级。 干部的中央党校的教授如此分析,自然对中共内部的运行机制有深刻。 地了解,参透了其中三位。 在他看来,中共已走到穷途末路,淡几千。 万党员被裹挟着往前走,如果不换人,这个国家几年内将遭逢乱世。 自由落体,出现非常悲剧性的局面。 蔡霞讲话中提到党内高。 曾因为了拯救国家起身做出一个决议请习近平退休,请这个人下去。 体面的退居二线,去养老,不要再干预,我们党才有可能掉头。 如 果说这个人不下去,我们党没有机会。 东京大学教授松田康博地看,法似乎不谋而合,习近平文革式的做法不符合实际,中共内部会有部。 同看法和声音是很自然的,党内有人认为习近平可以一步一步退休。 自由亚洲6月12日刊出曾在北京、上海、台湾、香港等地居住,去。 年还在北京进行了半年学术研究的这位日本中国通、东京大学教授的专访。 从中美贸易战,到新冠疫情,再到港版安全法,甚至最近广泛议论的洗礼之争,松田康博侃侃而谈。 松田康博在专访中表示, 中国当前诸事不顺,换一下领导班子怎么样,他取出中美违新。 关病毒起源争执不断的例子,他问道,新冠疫情结束后,习近平能访? 问美国吗?对美外交、中美关系会变好吗?这些都很难想象。 这位教授的表述要平和得多,更像观察家在远远地分析,如果一个领导人一直做,而且跟很多国家的关系都搞得很不好,还不换人,那中国的外交以后怎么办? 战狼外交要持续十年二十年吗?所以,其实领导人的更换是给国家一个契机一个机会。 关于习礼之争是否能因此引发政治上的危机,他是这样分析,华语世界里面太多人很讨厌习近平,所以太多人希望习礼之间有矛盾,所以可能是用放大镜来看也说不定。 他认为习礼之争有可能变成权力斗争,但习近平已经渡过二三月的危机,把内部对他的不满书导臣对美国的反感。 习近平中共二十大能否顺利连任?松田康伯分析,中国国家主席的任期制虽然取消了,但并不意味着习近平就一定要继续做下去, 中国宪法不是这么写的,这只是制度上的变更。 在对习近平应该让位的问题上,中国学,这和日本学者的看法肆意曲同工,中国学者的看法更尖锐,犀利,日。 本学者的表述更委婉、温和。 中国内部呼吁习近平让位的声音自新冠。 疫情爆发以来正以各种不同方式表现出来,宪法学者许志勇二月初就直接呼吁习近平让位,他后来被囚禁起来,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五月。 二十一日撰文,世界文明大阳上的中国孤岛,指出全球燕华效应第四。 发酵。 中国再度空前孤立于世界体系,民生国运乃双双微带。 而中国外交部专事交恶,进退失聚,毫无章法,成事不足败事有。 于,最后干脆呐喊,够了,这是血的红朝政治,贪得五燕的党国。 体制,够了,这七年来的荒唐错乱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该阅点 wait gone。 继续닥准你太阳肥lık声